1月26号 北京市就疫情防控召开新闻发布会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新闻发言人李毅表示 北京市大中小学 幼儿园2020年春季学期将延期开学 同时暂停全市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训活动 具体开学时间是疫情情况而定 学生将通过网络教学在家进行学习活动 可以通过歌华有线电视 通过网络来提供 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年级的全部的这种课程 同时在这一次我们还计划利用新的微信的平台 利用现在的网络信息技术 特别是无线网络和手持设备的这种快速的发展 提供面向初高三 特别是毕业年级的一些在线的辅导 会上北京市交通委新闻发言人容军表示 北京对外交通基本正常 没有封城 也不会封城 就即将到来的春运返程高峰 容军指出将加强检测通风及消毒等工作 并实施进京旅客信息登记 目前北京的对外交通基本正常 没有封城 也不会封城 首先是从昨天开始 我们的民航和铁路门都已经部署和开始实施 进京旅客的信息登记 以便后续一旦出现情况可以倒查追溯 另外地铁车站公共区域每日都全面清洁消毒五次 地铁列车全日全面消毒两次 室内公交车辆每次发车前都进行消毒 那么在枢纽厂站也是每天要消毒三次 包括高速公路服务区每天要消毒两次 此外就近日财政部与国家医保局联合引发的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的紧急通知 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杜新做出了详细介绍 他指出会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 一是对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 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 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实施综合保障 二是对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异地就医患者 先救治后结算 报销不执行异地转外就医支付比例调检规定 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实施综合保障 三是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使用的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 符合卫生健康部门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的 可临时性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